学外语,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多人以为当你开始跟一个母狱者谈恋爱的话,就是那个时候你可能一下就会进步很快,然后就自然二人就说的像一个母狱者一样,就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,但是其实我们俩都认为并不是这样,对吧?还是得花很多的时间一起努力,才能共同进步,对,就是他跟我交往,就是在利用我,大家看见没有? 我就被利用了,被发现了,被发现了,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是在你最开始的时候,如果有一个比较流利的语言的话,就方便你们交流,对,因为我们俩刚开始认识的时候,他的中文就已经很好了,就是基本上跟我已经无障碍交流,可能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生词,或者说一些读得不太准的地方, 但是基本上我们俩的交流就是全程中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,对,对,所以这就导致我们一直在说中文,然后很少说英语,所以这并不理于你这个学习英语,对啊,就是我的英语是越来越差,人家合谓的中文是越来越高,我的中文英文是越来越差,对,而且也是被我带坏了,对吧?就是当我在说中文的时候, 你也开始养成一些非常坏的习惯,没有,没有,开玩笑,我的拼音都已经不准了,什么啊,我都不太准了,他在开玩笑,其实我觉得还行吧,还行吧,对,但是我觉得你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,就是,嗯,其实是这样的,我觉得 我觉得,虽然我当时中文挺好的,但是我认识你,还有开始跟你谈恋爱,并不以为就是我会立马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,或者是自然而然就学会很多词啊,什么的,对吧?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,就是,哪怕我们是用中文,不是英文,我们也只是聊一些,就是比较日常的东西,所以你很多人认为,就是,你作为一个语言学习者,你要是开始跟一个母语者谈恋爱的话,你一下就会,就是,进步很多,但是我,我真的觉得并不是这样,对,因为我觉得我们俩日常交流起来,其实就是那一个,一个比较,就是固定的一个话题,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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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我们其实也不少,我们就是什么,吃吃喝喝聊聊,或者听听八卦之类的,聊聊八卦,其实,嗯,我觉得更主要的是,在这个叙述的过程中,你是一个很,很,很长的一段话,你去跟我描述这件事,嗯,就是你要,不断的就是用你的,就是比如说英文思维和中文思维,去把这件事情描述的清楚给我,我觉得在锻炼你这个部分,我,而且日常生活中,其实,嗯, 生语比较少,对,对,因为我们都知道,就是,当你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,其实你能遇到的生词也越来越少了,对吧,嗯,尤其是在日常交流这方面,所以,很多人可能在这就批评我说之后,何为你的中文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达到这么的水平,就是因为,你,你是跟你女朋友在一些,在这里啊,我要澄清一下, 我跟她认识的时候,她的中文就已经很好了,基本上,我们俩真的不是因为我的原因,可能,可能,可能,因为我,因为她中文好的原因,所以我才愿意跟她教我,哈哈,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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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可不敢,可不敢,可不敢,对,嗯, 当你为你的合选例,期待 để unicorn示娃。 我跟你看见的存在真观好油,就可以了帮忙了,然后, users,下次就只接近像先竹ão。